派对房间业界说愿意配合防疫措施 希望政府容许他们尽快服业 同时赔偿在停业期间的损失 政府早前放宽防疫措施 容许部分处所重开 但不包括已经被逼三次停业的派对房间 观塘这间派对房间 上次三门去到现在已经丢空了四个月 负责人说每个月支付租金、薪金和集费等要四万元 现在接近日不夫之 没有想着疫情这么厉害 因为我签完租约 然后装修都花了几个月时间 到装修好其实上年其实没什么做过生意 然后又开始停业 再这样下去每个月拿一些积蓄出来 坚持不了多久 代表大约150间派对房间的联盟 说全港大约500间派对房间 大约三成已经拾了粒 超过一半要转手经营 而过去三轮的防疫基金 支撞每间派对房间总共10万元 但是还是不够应付日常开支 这个疫情的损失 我们希望政府有一个合理的赔偿 希望平均大概10万至15万一间 联盟已经收集业界的意见 同意加强防疫措施来换取服务 包括强制客人全程戴口罩 场地不准饮食 和人数不多过限聚令人数等等 期望在满足政府的防疫要求之下 可以尽快服务 无线电视机者 邓文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